把这两个肥群放给了年纪 雍正爷不是让他们呀 夸夸的捞钱往自个儿兜里揣 是让他们在背地里呀 一定要支持西北打仗的年羹遥 这雍正皇帝腾年羹遥这点心思呀 算是做足了 看古迹讲故事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康熙二年的二月 年羹遥在西北打了那场著名的大胜仗 一场恶战下来 在青海湖边就歼灭了萝卜藏丹精 几万的叛军 如此干净利落的取得这么大的胜利 可能自清朝建国以来也没有过 虽然这年羹遥啊 因为九十二条大罪获罪至死 在青史当中也不吝惜笔墨 记下了他的功绩 在青史当中就曾经这样记载 成功之素为史册所未有 雍正二年的三月 战报飞到紫禁城 呀 这会雍正皇帝他恰巧不在家 他去哪了呀 尊化皇陵 警灵给他爸爸康熙啊 上坟去了 清朝的皇上给爸爸上坟呢 那是一件很繁琐的事 叫富土礼 这清初的时候呢 富土十三代 这皇上背着土筐 后边有大臣帮扶着 一同扶到宝顶之上 然后这个皇帝亲手 把这些集土撒到先皇的宝顶上 这就算给爸爸上坟了 哎 这南风啊 是不是叫扫墓啊 那么得付多少集土呢 哎得付十三弹集土 也就是说呀 这皇上爬上爬下宝顶啊 得十三趟 可是到了乾隆皇帝那会儿啊 这乾隆皇帝多鸡贼呀 他就想 这十三趟什么意思 也没有个说法啊 干脆啊 咱们省点事吧 就改为一趟吧 到了嘉庆皇帝那晚啊 比他爸爸还鸡贼 干脆这皇帝呀 就直接走上宝顶等着 大臣们把土抬上来 皇上啊 往宝顶上一扬 哎 就算完事了 您说说 这种简化成句 他算不算是糊弄鬼呢 雍正皇帝这会儿啊 那可还是富土十三代 并且这雍正皇帝在井陵 听说西北大劫了 为了感激先帝在天之陵的保佑 这雍正皇帝决定 不行 我得来点啊 个别另样的 本来呢 这皇帝大臣 都要套上黄色的鞋套 走上宝顶 套上黄鞋套啊 就是为了不惊扰 地下皇陵的先帝爷 雍正临时决定 不用大臣帮扶 自己背土到宝顶之上 并且不走上去 西行而行 也就是说呀 是跪爬上去的 然后呢 赴完己土 再跪爬着退回来 当时在场之人 无不落泪啊 都被雍正皇帝 这点子亲情 打动至深 雍正二年清明节 这次皇上给爸爸的 富土礼啊 是前无古人 也后无来者呀 皇上给爸爸上完坟以后 就回了北京城 到了这紫禁城当中 第一件事要做的 那就是 封功臣 遇年庚瑶进封一等功 加一等荆齐尼哈藩 其父年霞灵为一等功 加太父贤 月中旗 进封三等功 其余将士立功等次 如何褒奖 聚焦给年庚瑶 分别请职 这会儿的雍正皇帝 也不哭穷了 按照爸爸当年 平定嘎尔丹 叛乱的标准 太和殿的贺礼 五门的县府礼 是一样不能少 不但如此 在青海打了这么大的胜仗 还得天谈祭天 地谈祭地 太庙祭祖 是社祭坛 祭社祭 奉先殿 以及关内关外的各个地后灵寝 是都得告激到 哦 好大的动静啊 那么咱们得在这提一句 为什么雍正皇帝 要把这次胜仗 搞得这么大动静呢 康熙晚年 九子夺敌 雍正皇帝夺得皇位啊 本来就很难服众 除了那有数的几位 和自己贴心的大臣啊 其他的大臣和兄弟 那简直就是和自个儿 离心离德 这青海战士一起啊 这帮人就都等着看热闹呢 没本事的 抱着胳膊跟刺着牙 那就是个吃瓜群众 这有本事的人呢 就七杯茶 坐在家里 翘着二郎腿 等着这个雍正啊 过来求我 你的那个年耕摇啊 一旦在青海趴了架 那还得求我们这些 能征贯战的宗使 到前线啊 给他擦屁股去 那么以后在朝堂上 您应该听谁的 皇上呀皇上 您心里可就得有数咯 谁想到 这老天爷呀 还是偏疼他的儿子 哎不天子吗 皇上的宠臣 曾经的旗下属人 大舅哥年耕摇 这一仗啊 他就打胜了 雍正 从尊化皇陵回来以后啊 这大臣们看皇上啊 个儿都高了 为什么呀 这皇上老爷子 有事没事的 就爱往上挺身子 拔膏玩 雍正是深深的 输了一口恶气呀 可算是在朝堂之上 挺起腰来了 要说雍正皇帝 确实对年耕摇 寄予了厚望 对老年的封赏 可不是从他 打了胜仗以后开始的 康熙61年 雍正登基以后 年耕摇的封赏 就没断过 并且这些恩赏啊 有官方的 有私人的 有明面的 有暗地的 咱们呀 先说说这官方的 雍正一登基 就让这个老年啊 左里西北军务 雍正元年二月 加封老年 二等 阿达哈哈番 一个月以后啊 又加了太保的弦 这没过几天呢 又再进封为三等宫 您可别小看了皇上 这一波操作 这会儿的年功遥 可不是众臣宠臣 那么简单了 他已经列为功勋贵族了 这是明里的 那还有暗里的呢 还放宽了年耕摇的管辖权限 年耕摇作为川山总督 还能处理云贵事务 这皇上一下子 就把整个大清国的西南地区 都划归了年耕摇管理 这些个恩赏啊 还不算 这里边啊 还有私下的 这皇上深知啊 带兵打仗的人 他缺的呀 就是钱 这个钱呢 不是说这个官方拨来的打仗用的经费 是这个大元帅手里啊 私奉钱 那么说这个统兵的大元帅 有军令在手 还需要钱吗 多欣欣啊 您凭什么让这些将士出生入死 都听您的替您去卖命啊 除了这朝廷的恩赏 大将军就得时不时的往下撒钱 这样啊 才能让三军将士团结到您的身边 众志成成 为您效命 至于这些个钱的来源啊 雍正皇帝都替老年安排好了 这第一件事啊 就是安排老年的哥哥 年西尧 做了广东巡抚 我去 广州城啊 那是当年唯一开放的口岸 在大清国的官场上 有一句俗语是流传甚广啊 叫试图通放广东 广东巡抚的灰色收入 那属全国巡抚中排名第一 还有一个官圈啊 那是皇上家搂钱的耙子 苏州之造 兼苏州 虎术官监督 这个官圈上啊 他原来有人 叫李旭 换上了一个官啊 名字叫胡凤辉 这胡凤辉啊 原来是个七品支县 还是被隔职了的七品支县 这一下子就升到了正无品的皇商 苏州之造 那么这个小胡有什么样的后窜 能得着这个肥圈呢 这个人呢 他是年庚瑶的妹夫 雍正爷的一带挑 把这两个肥圈放给了年间 雍正爷不是让他们呀 夸夸的捞钱往自个儿兜里揣 是让他们在背地里呀 一定要支持西北打仗的年庚瑶 这雍正皇帝腾年庚瑶 这点心思呀 算是做足了 年纪的小妹妹在宫里 也被侧围了贵妃 从位分上啊 一下子把什么甄嬛啊 梅庄啊 甩得个六扔多远 这六扔是多远啊 您别忙 我告诉您啊 您从脚边上捡起一块砖头来 往前扔 使劲扔 跑过去呢 捡起来再扔 扔六回 就那么远 皇上对老年的这些个恩典啊 大伙都是看得见的 还有一些呀 是大伙看不见的 什么呀 就是这皇上跟年庚瑶的书信往来 我给您摘两段念听听啊 我得先声明啊 您要是乐意听啊 您就听 您要不乐意听啊 您捣过这咕噜去 要不就酸倒了牙 起身冷肺子 可不怨我 您比如说吧 这雍正皇帝就曾经说过 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知欲榜样 令天下后世 清暮流贤 就适宜 意思就是说呀 咱俩呀 做个天下最能知欲的君臣 让后世的人呢 留着哈拉子 羡慕去吧 还有呢 而等此一番效力 是成全 赈君父 未了之事工 据礼而言 皆赈之功臣 据言情而言 自逆下 以至兵将 凡实心用命效力者 皆赈之恩人也 呀 皇上的恩人 好大的脸呢 当皇上听说 叛君围城之时 这年庚瑶曾经十一日 未曾卸甲 是昼夜不眠 皇上在猪坯上 就一脸写下好几个 好心疼 好心疼 还有呢 皇上曾经说过呀 赈实在不知怎么疼你 才能够上对天地神明 在这期间呀 朝中无论大小事宜 即便是和西北战事无关 雍正皇帝 也都写信 征求年庚瑶的意见 这年庚瑶呢 性格就是这样 他自比大英雄 身上又有着盖世奇功 于是啊 他毫不客气 就帮着皇帝指点江山了 说实在 这太危险了 这明显是越权越急呀 皇上对年庚瑶的好啊 这天下人都看在眼里 有鼓掌叫好的 就有那个心声嫉妒的 皇上那收到的 给年庚瑶拍马屁的折子有 当然 参合他的折子也有 可叹呢 最后这年庚瑶 还是逃脱不顾 全臣即贪慕 功臣即跋扈 要是这么看来呀 这皇上对年庚瑶 那可算得上是一百一了 那么这年大将军 又是如何回馈给皇上的呢 精彩回目就在下回 下文书 我得好好跟您聊聊 这年庚瑶的九十二条 大罪 这年庚瑶的九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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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年庚瑶的九十二条